吴马的真实死因与两次谣言是一模一样 这世界真的有预言 不知道是不是吴马的鬼片拍的太多了 还是吴马在世的时候 曾多次被传离奇死亡 早在2004年 当时网上有传言说 这吴马因患肺癌去世 中国明星还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说的有鼻子有眼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这说法 没办法这吴马只能是现实说法 亲自说来辟谣 本来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毕竟确实很多无聊的人 在这个网上散布谣言 这是错误的用 没想到十何九年 谣言是再次挤来袭 有的是一模一样的细节 葬礼过程和参加明星都说的很详细 这吴马估计也是很无奈的 这一群人是有多盼着我死的 没办法 只能再次说明成形一番 我是好好的呢 真没死 只是到2014年 这吴马真的去世 有不少粉丝还等着他出来成形 但是这次吴马是没法出来 也有部分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们明明记得 吴马早就去世了 更离谱的是 吴马真的死因 竟然和谣言中是一模一样 因为肺癌去世 而在吴马去世之后 为他谈灵的八位好友 重龙红金宝曾志北 恶然在恋 也和曾经的谣言中所说的一样 真要是重龙红金宝 了解了这个谣言 心中都要传谋了 毕竟他们的好友是不好 但不是每一个人去世的时候 他们都会回去复灵的 有的观众觉得吴马 真发这么多离奇的事件 没准啊 就和他演过太多的惊悚片 有关系 当时吴马被称为鬼片的鼻祖 虽然听起来是有点奇怪 但是也对他演艺事业的 另一种肯定 吴马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就几乎是扎进恐怖片中 在那个年代拍戏 可不是和现在一样有高科技 直接各种特效还原 他们为了更加真实表现电影效果 很多时候更是半夜在坟场拍摄 这要是没点胆子的人还真不敢 没准会沾染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不过这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部分观众猜测 有的观众觉得一切都是巧合了 刚好说中了而已 不然此时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是你 敢再半夜坟场去拍戏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